哎呦我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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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整个地球气候整个大变化 这个各地都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 那种诡异的气候 也就是说在去年吧 11月纽约还发生了飓风 哎呦然后呢前一阵子 你看那个东京很少下雪的也下大雪 是这个交通大乱 好那其实南北极呢 一直是地球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暖化之后啊 这个冰块一直的不断的在融化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南极 因为南极 我们现场有一个人他亲自前往 不得了的我跟你讲 是伟大的你知道吗 太早了 来 我们先看我们的主播要讲什么 考上他爸啊 真是笑的 他有别的东西 我好生气啊 大家好 我是非害小英雄小威英老兵 你现在是我的小朋友 我给你 其实冰天雪地的南极呢 连气蛾都快要不能生存了 怎么可能 人类还可以在极地里面留下古文明遗迹 是不是古老的人类也和企鹅一样会在冰上滑行呢 甚至潜入充满浮冰的海水 而且用嘴巴捕鱼 还是他们呢 比德国科学家早一步发现 企鹅跳舞取暖 反正跟我一样就太好了 我一样就太好了 对 他们跳舞是来抵抗南极酷寒的气候呢 是不是这样呢 接下来 重点是 你接下来的这则影片呢 让大家见识 企鹅靠着一支奇怪的舞蹈 来郁寒的本事 哎呦 请看 天啊 几万只啊 好快 刚才它那个是一个像波动一样的 最后特别提到就是 这个Emperor Penguin 我们单纯帝王企鹅 大陆叫帝企鹅 那么这种企鹅是所有 大概差不多十九种企鹅里面 最大的 大概最高的 它可以长到一百二十公分左右 对 小龙 那么那么高 那我们在穆扎多元看到 那叫国王企鹅 King's Penguin 大概差不多九十到一百公分 所以帝王更高 帝王更高 帝王是所有企鹅里面最高的 而且更奇特的是 它跟鲑鱼一样 它每年都要成群结队的 回到出生的地方 也就是南极内陆的大陆 里面去找寻它的配偶 然后再交配生蛋 富裕下一代 是 所以刚才看到那段画面非常珍贵 为什么呢 那就是蛋生出来之后 你想 母企鹅要花三秒钟 就在三秒钟当必把 必须把那个蛋踢给公企鹅 公企鹅赶快用它的脚跟 跨下去接 是 从那时候开始 你刚才看到全部都是公企鹅 等于公企鹅来孵蛋 母企鹅那时候可能已经 你看我们男人多伟大 男的企鹅 男的企鹅 然后母企鹅那个时候就赶快再走回海边 所以其实它们要花大概有时候要一个月的时间 至少也半个月的时间再慢慢这样走啊滑 从海边走回它出生的内陆地方 所以所有企鹅当中或者所有生物当中 只有这种帝王企鹅 它是能够在南极内陆生活 是 可是刚才看到为什么它们要这样 好像波乱那样舞蹈移动 太冷了 冬天的时候所有公企鹅就要这样紧紧这样靠在一起 脚底下还胯下还有一颗蛋 就孵的那个蛋 然后因为最冷的天气的时候就这群企鹅 但它为了这个寿风面 不要都是单一向某一 大家轮流 轮流 对 轮流寿风 所以慢慢有这个慢动作慢慢慢慢慢慢 发现它成为一种波浪的舞蹈 在缓步的脚 在小碎步小碎步在移动 这个成为一种生命的一种很奇妙的 大家一种默契 是 然后也就这样子 可能千万年来 它们就这样子保存它们的族群 能够延续 然后等到小企鹅伸出来了 第一口奶水 爸爸给了 它们是嘴巴 反除出来 它内部本来好像 鸟类是没有 对吧 我就会想习惯 那不然是怎么样 很反 就出来给它吃了 真的是五星力血出给孩子吃 然后就苦苦等着妈妈回来 妈妈在海里面捕了什么冰鱼啦 鳞虾吃饱了又囤积在肚子里面 再走回来 再走 又可能要走半个月一个月 走回这个出生地 然后他就开始要凭听力 去寻找哪一个是他的配偶 对 都这样一样 对 然后后来他也凭听力 分辨哪个是他的小宝宝 小孩 对 几万只企鹅 真的厉害 然后而且到那边以后 他别的企鹅不喂哦 只喂自己的小宝宝 对 而且别的企鹅接近他 他会被啄他 对 这蛮厉害 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蛮厉害 而且他们那个走路 他们很慢 所以他们从海边走去 真的哇 那个排得很长一条嘛 对 今天为什么 许昭萍他会去南极 哦 这不是偶然 因为南极的企鹅 不仅爱跳舞 他爱唱歌 我们现场谁最爱唱歌 昭萍哥 他居然跑到南极 去跟企鹅一起唱歌 太厉害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南极我们是不能够 就说去接近企鹅太近 可是并没有说 企鹅不能接近我们啊 是是是 所以后来其实你看 他们的队伍 所以你就诱惑他 是吧 因为小企鹅 坐那边闲着也闲着 你就唱几歌来 对 还有就是他们的队伍 在行径当中 其实他们就是到海边 就像公的母的 来回要两个月时间 再到大概圣诞节左右的时候 羽毛封好了以后 再带着小企鹅再回到海边 天啊 可是就在那个过程中 我们再看看 其实原来只是我的一个实验 但没想到这个实验 登上了阿根廷火地岛的头条新闻 因为法国人花了二十年研究 然后十年拍那个电影 他们都没有发现 就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企鹅对 不只对声音敏锐度很高 他居然对人的歌声 旋律 歌声旋律跟那种音律的频率 产生一种很像前世相愁的吸引 所以我们就来 前世相愁 对 很奇妙 我跟马拉哥最想知道的是 请问当时你唱的曲目是 曲目我其实唱了几十首 上百首 哪一首得到最大的回应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 对 我就知道一定是这一曲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影片好不好 看当时实际的影片 而且从不同的歌开 那个 请问一下那个 工作的那种 这就是我 你看我摄影机跑到那边 先唱的是 凤飞飞的雪花片片 摄影后面 后面就是我们的破冰船 我爱你好几分 还是扣场吗 小隻的 刚刚是帝王企鹅 这个是艰途企鹅 绅士企鹅 你长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 说实在 对于跟企鹅的互动 這是一個很溫馨的感覺 還有就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的攝影機 沒有 我的攝影機放那邊對不對 我攝影機放那邊 你有沒有發現是誰幫我拍的 因為我放那邊以後我就不能動 因為企鵝就一直一直過來 先就這樣 一直這樣過來看 你來看一下 企鵝就這樣 一直過來看你 然後我攝影機放這邊 我不能動 你有沒有看攝影機 因為零下四十度 然後包上那個圍巾 不然全部所有的電器 都會不能動 然後企鵝就一隻過來 兩隻過來 三隻過來 然後這個是旁邊的 法國科考人員 他們經過那邊 他說哇 這一幕太奇妙了 所以他們就用攝影機跟照相機 幫我拍一下這個照片 不然我的攝影機在這裡 我放我坐這邊 企鵝來了 我就發現 他真的過來 靠近我 而且這麼好奇地過來 這個真的是很奇妙 然後接著 一隻一隻過來以後 哇 整個企鵝全部把我包圍起來 全部把我包圍起來 那是找到知音了 你看 我的攝影機放在這邊 而且你還躺得像貴妃一樣 因為那時候真的 我就像小剛剛講 心情太好了 很開心 因為覺得怎麼會有這個機會 你跟大自然已經結合在一起 對 能夠這樣結合在一起 而且旁邊還有那些小寶寶 那小寶寶太可愛了 那他就很沒戒心耶 完全不但沒有戒心 你看最後這簡直是 世界奇怪的畫面 徐浩平與企鵝 妙不可言的互動 還引來動物學家的關注 到底怎麼回事 別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幾百年前就有人繪製南極地圖 打開一看 南極地圖 是 開一看 土耳其人 土耳其 皮瑞雷斯上將在1513年 1513年花的地圖 幾百年前的事 是吧 更少 看最後這簡直是 世界奇怪的畫面 小寶寶跑到我的嘴邊來了 可愛… 看 打鼻 厲害… 他還跟我好像要食物一樣 是… 因為這個聲音 把他吸引不只大的 在旁邊幫我鼓掌啊 在那邊跟著我硬喝 嘎啊這樣唱 還有小寶寶 居然跑到我的嘴巴旁邊 好像要我給他食物一樣 這滿奇妙的 這真的太奇妙 所以為什麼會登上 火地島那邊的頭條新聞 就是他們才發現說 每一種動物有不同的感應 比如說孔雀 牠可能孔雀 你知道牠 攻得要吸引母的樣 非常漂亮的羽毛 開屏 對不對 牠是靠視覺 大家也知道狗跟貓 或者獅子啊老虎 牠們是靠費洛蒙的一種味道 那至於企鵝 不是嗅覺也不是視覺 這就是無意間發現 居然是聽覺 聽覺再結合到 特別是帝王企鵝 牠必須靠聽覺去分辨 牠當年的配偶 其實牠是每年換一個配偶 有時候我們這樣一路討論下來 對不對 就可以發現 聽覺是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對 感官 對… 因為牠可能 因為那個冰天雪地 牠只有聽聲音啊 而且大家都長一樣 牠怎麼分辨 就是聲音的些微的那種變化 牠就可以馬上很敏感 很奇妙喔 對 然後我們反倒分辨不出來 你在那邊唱成這樣 你一定很爽耶 你知道這時候我們的船要走的時候 其實很感恩 你哭了沒有 大家都哭了 你知道當時我們船要離開了嗎 我們就回到船上 然後我們大家都守在船頭 在整個拍什麼 拍那個七個月沒有手腳 它上岸那一瞬間那個拍起來最漂亮 飛起來對不對 像炸彈一樣 飛了以後它肚子滑在那個冰上面 感覺好 大家在守著拍 拍的時候其實有幾個法國人就 因為他沿途對我印象太深刻 他們就本來在開玩笑 就因為我英文名字都說 Hey Peter Oh you can sing Why don't you sing a song for the country 因為有七個跳成這樣 但是很遠耶 大概有一 兩百公尺遠 他在考玩 在叫 那我想反正閒裡也閒得 大家手都在拍嘛 開玩笑 跳成這樣兩支 那我就唱 我跟你講真的 大家全部嚇壞了 你唱過我們聽音樂 唱 這兩個都會反應 你也是企鵝 沒有企鵝的血統 你也開始發情了 沒有 最重要的是說 有一支居然走向我們的破冰船 另外一支停在原地 他聽到了 對 兩支都聽到 兩支就忽然 本來要往前走 停下來 一支停在原地 另外一支就滿山這樣搖搖 走到我們破冰船旁邊 所以大家都看呆了 當然就啪啪啪 趕快都在拍照 可是居然這個時候 我們的船剛好要走 你知道破冰船是有一個特性 它沒有辦法巴鼓的 它沒有辦法倒車 所以它必須要這樣撞 撞 撞 這樣才能U-turn出去 就是等於直接這樣轉出去 它沒有辦法說 再慢慢倒出去 所以我們就卡在那邊 往前撞 你知道撞的時候 那個冰層 你知道 這個就像這樣的情況 太動 你知道 全部都在晃 那氣球就站在我們船邊 動都不動 這樣子聽耶 所以我那時候 我都不能停下 我繼續唱 因為太感動了 它就用心這樣聽 就站在我們的船邊的那個腳下 然後船在這樣晃 然後冰層這樣撞 然後它都不走 所以大家那時候都哭了說 哇 怎麼這麼感動的事情 怎麼可能企鵝跟人 有這樣一個奇妙的感應 所以我覺得 當時應該把你留在那裡 沒有 我還真的不能留 我們把許耀平 獻給你們 南極公約 我們不能留任何的 什麼垃圾啦 什麼什麼糞便 都不能留那邊 我們也不能帶任何東西回來 是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忘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體驗 對 再過幾年你去的話 我想企鵝應該就認識你 浩克來了 對 都會認識你 對不對 所以聲音敏感的話 一定記得你 對 聲音會有記憶 像我記得我在唱了 下這句 他一來 他就嚇死吧 走了 走了 他在那邊久留 不依久留 搞不好外國客人要記錄到 他們才發一種 HOPING HOPING的聲音 然後最後 最後決定 就把他定在那裡 你看最有趣 那唱二三首歌 然後我休息一下 那旁邊拍了 那個就是 法國人不知道他幫我拍 那戲很好玩 聽完他看我不唱 居然 滑到那個 那個幫我拍的 那個法國人前面 然後法國人 Oh I cannot sing 我們會唱 我們會唱 這個就要跑過去講 還像台頭 該你唱 那感覺 滿好玩的 不過法國 契額是南極紀念鈔的主角 南極有鈔票 對啊 這個 浩平剛剛講了 契額是南極的原住民 是 對 一直到1911年 除了中華民國建立之外 契額最討厭的東西來了 人類 1911年12月14號 人類成功登陸南極 終於到 登陸南極之後 要發行鈔票了 對不對 十二個國家簽一個 藍極條約 就十二個國家 也發行了一個鈔票 是 藍極的鈔票 但是他們還很尊重 還是用契額 當鈔票的主角 那是總統這樣 那個是錢啊 錢啊 那一鈔票要彎道了 跟美國的 一美元是等值的 就說這個是跟美國醫院 但是 票面價值 是跟美國一美元等值的 但他只發行了三萬套 三萬套 所以沒有一個人 把它拿出來 開玩笑 現在這個多值錢 總共只有三萬套 後來這個三萬套 醫院的發行之後 現在發行 兩塊錢 這個兩塊錢是2007年發行 所以蠻新的 這個人是羅斯 羅斯太有名了 為什麼你如果到藍極就知道 有羅斯灣 有羅斯冰棚 都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他是個英國的航海探險家 他是第一個接近藍極的 而且找藍池極的 對藍池極 所以藍極 是有鈔票的 是是是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 能夠有藍極鈔票 那你就發了 那就牛了 對 對不對 出去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藍極 我現在現在我們這個 人類啊這個科技進步 所以用航太攝影技術 完成了藍極的地圖 其實很久以前的人類 就已經畫出來了 在土耳其軍事坦 軍事坦堡博物館 那館長 他在這個 他的故宮博物館 的一個 乘封那個架子上面 就整理的時候 看那個 被灰塵煙埃的 不起眼的 不起眼的 他一打開一看 藍極地圖 是 他一看 土耳其人耶 土耳其 皮瑞雷斯上將 在1513年 1513年 畫的地圖 你知道嗎 1513年畫的地圖 看這地圖 怎麼跟 藍極地圖好像 幾乎一模一樣 連福克蘭群島都畫上去 連福克蘭群島 大小都一樣 1513年 這個皮瑞雷斯上將 畫了古地圖 哇不得了了 結果呢 他們就把這個東西怎麼辦 就送給美國 美國這個地圖 負責匯藍極地圖是什麼 是空軍戰略司令部 空軍戰略司令部 他有偵察隊 專門偵察那個地形的 是 他們就把這個古地圖 送去 給 空軍司令部 誓由海軍上將 皮瑞雷斯 繪製之世界地圖 請求鑑定案 好了 這個是 戰略空軍司令部回函 軍司令部回函 來 一定要把他的回函 念給大家 回函的 這兩個紅點的 唉唷 此一發現顯示 南極海岸被冰城覆蓋之前 已經有人對該地區進行探測 必請繪製成地圖 疲對雷斯地圖 所呈現的資料 大大超越了1513年 當時人類有限之地理知識 何以如此 無人不得而知 美國空軍忠孝 中隊指揮官回函 就說他的古地圖 是 居然跟現代科技畫出來地圖 極為吻合 這第一個 幾百年前的事 更早 南極被冰城覆蓋了 超過6000年以上 那就不只幾百年前 千年 千年 天啊 但是 這個古地圖的訊息裡面 就是敢告訴我們說 南極它 你有死前人類文明 對 因為 我們如果只講 這個 皮瑞瑞斯 將軍的地圖 才不算 1513年 對不對 在1532年 他們又發現一個地圖 這個地圖是 費拉烏斯地圖 費拉烏斯更厲害 費拉烏斯地圖 對於 不但對於南極的每個湖 都畫出來 1532年 連河流怎麼流下去 下面怎麼有 結果他們河流 因為現在河流都沒有了 對 那現在他們證明 他的河流每個都畫得對的 為什麼 在他畫的那河流的下面 有找到沉積物 沉積物就代表這裡沉積有河流 往外面流 下面才有沉積物 對 他連每個河床都畫得對的 他還依照他的河流去找沉積物 而且更妙一點就是 他只有南極畫得對 他平常旁邊的都畫得有點扭曲 後來 阿波羅八號飛到太空中 一看 看上去的地形 跟他畫得一模一樣 原來你用投影的方式 是 中間清楚周圍就會扭曲你 知道沒有 哇塞 這個1532年 他怎麼知道用投影法這樣看下去 周邊還要畫成扭曲型 哇太厲害了 所以又發現這個地圖 你知道嗎 所以陸陸續續這些地圖發現 你知道愛因斯坦就說了 愛因斯坦說人類很可能是 從藍極開始 人類真正的起源 起源可能是藍極 不是非洲 對 他認為藍極在以前 是花團景處的 是百花真名 溫暖的 是有人類居住的 有動物的 他本來在溫帶地區的 後來板塊飄移啊 大地分裂啊 藍極然後氣候變遷啊 藍極才飄到現在這個地方 然後氣候變遷之後才冷下來了 搞不好以前 南極是一個非常 愛因斯坦講的喔 古文明的地方 搞不好 那我們人類要小心喔 你看沒人家以前搞不好 南極 南極人以前跟我們現在一樣 很開心的有沒有 突然氣候一變遷 欸 通通掛了 我跟你講 啊 載不愛地球 你死定了 不過這個 在這個人類史上啊 一直要找到那個南極點 一直是這個 之前的人類就是 拚命在挑戰 對不對 大家誰到得了 誰到不了 到現在喔 這種科技 你要到達那個地方 憑你個人力量幾乎也是不可能的 那個時候就是靠什麼 拉車啦 自己步行啦 所以在探索南極的 這個有兩位世界上來想 非常重要的人物 對 第一個就是這個 英國海軍上位出生的這個 英國人 羅伯特斯卡特 也有翻譯叫羅伯特斯科特 這個 他是海軍軍官出生的 大概在一百一十多年前 你看一九零一年三月的時候 他率領一支這個 科學考察探險隊啊 包括他自己在內 他是第一個 人類第一個登陸南極的這個 科學探險家 這個考察團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 他當時他很有勇氣 一九零一年三月 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一直到一九零二年的 十二月三十一號 最後撤離開南極 回到他的那個 母國英國這個地方 這個是當時他 率領的這個考察團 你可以看到 他站在中間 他們創造了一個紀錄就是 第一批到這個南極的人類 然後還有第一批 越過南偉八十度的這個 就羅伯特斯考克 他們這一個 這個考察團 是 所以其實你看他們 達到了好幾個紀錄啦 那你看這是當時他們 用這個 極地的那個狗 來拉雪橋的那個畫面 天啊 這是第一次嘛 這是第二次 是在一九一一年出發 然後可是呢他發現 他碰到另外一個競爭對手 來自挪威這個國家 他的名字叫做 阿蒙森羅爾德 阿蒙森羅爾德 阿蒙森羅爾德這個 也是一個探險家 他也是一個海軍出身 是挪威的海軍 結果沒有想到一九一一年兩個人差不多同時出發 可是呢這個 因為這個挪威的探險家 這個阿蒙森艾爾德 羅爾德 他懂得如何在極地裡面 去配合極地的環境 對因為北歐的環境 對 他知道找很多有豐富的極地經驗了 因為這個阿蒙森後來他也是 第一個發探訪發探索發現北極的人嘛 然後後來呢他懂得說在極地找很豐富的經驗的人 而且他一樣要用極地狗 因為第一次那個思考特 他第一次去南基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用狗去拉雪球 他就覺得說狗很笨 對 所以他第二次去的時候 因為他帶的是渡賓 太冷了 太冷了 所以第二次那個思考特他去的時候 帶馬 他帶的是西伯利亞埃中馬 那厲害了 西伯利亞小馬 可是外觀看起來厲害 但是在極地那種環境當中 他們沒辦法 馬都會凍死 而且他們也不適應極地的環境 所以很多馬都在那邊陸陸續續地凍死了 然後呢 而且他們其實這個思考特他也有帶狗 他就不帶狗 他就把狗殺了 他就把狗殺了 沒錯 他把狗殺了 因為他認為說 為什麼要狗拿行李 在那時候英國人是很Gentlemen的一個國家 一個紳士的時代 他說我們人類要拿行李才對 行李要我們人類自己脫脫拉 自己脫行才光榮 可是問題是在南極那個極地的環境當中 你叫他們一群人幾個大男人 叫他們拿著行李 人都人死了 所以後來雖然他跟那個挪威的 這個阿蒙瑟羅爾德同時出發 可是最後是這個挪威人 他比他早一個月 他是1911年的12月14號 就到了這個南極 這樣子慶祝中華民國誕生幹嘛呢 對不對 對 所以等到1912年1月17號 那個 剛剛講第一次探訪南極的那個 第一批的史考特 羅伯特他們那個英國人 他們到的時候發現 挪威人比他們早到一個月 而且挪威的國籍已經飄洋在那邊 他氣死了 氣爆了 爆炸 已經沒辦法 而且那個挪威人他們那一批的考察團 幾乎把南極的頂點都探勘完畢了 所以整個把南極的地形已經摸頭了 是第二批這個挪威的人 他們達到了成就 所以這兩個人很重要 那最後呢這個挪威人 而且他全身而退 他們就離開了南極 他們 因為他們知道那個地形 他每隔100公里 他就知道一個那個 設一個食物補給站 然後呢盡量在大風雪來 他們連五天五夜這樣連接連趕路 一天大概至少可以走30到40公里 最後在大風雪來臨之前 他們平安的撤離這個南極 可是相對於這個第一 比他們早一個月到了挪威人 這個英國的這一批 就是之前去過南極地 已經去過一次的這個 羅伯特史考特 就沒那麼幸運了 最後呢他是在那邊 最後在那邊 因為碰到那個極地的寒 那個非常寒冷 那個冰雪的風暴嘛 結果在那邊 史考特跟他的另外兩三個那個 他們的同伴 一一地在那邊凍死 殉職 半年以後人家才找他的屍體 而且他的屍體 跟他的那個幾個考察團隊的同伴 距離他們那個補給站 只有20公里 其實不遠的地方 然後呢 他身上還帶了十幾公斤的一些 南極的一些岩石 要回去就是做研究勘察 結果他 那時候發現他已經斷氣了半年了 而且身上有一些他的日記啊 有些他的書信 很可惜 最後呢 後來美國啊 歐洲一些科學考察團隊 他們在這個南極設立的 這樣一個南極的科考戰 這個南極科考戰就用這個 第一個把南極整個摸透了 那個南極州的那個挪威人 阿蒙森他的名字 再加上 其實更早第一批到達了 那個英國人羅伯特斯考特 也就是阿蒙森斯考特 或是阿蒙森斯考特 這個科考戰 用他們兩個名字連在一起 做一個命名 所以很多各國到南極去研究這個 都可以看得到 這是至少是美國為主了 成立一個科考戰的一個研究中心 這個在南極這個地方還看得到 就是以這兩個人來命名 那個死前他留下的書信 就記錄他 他這個悲劇英雄的心情 他們本來是十幾個人要出 後來遇到大風雪 這大風雪是 人類在南極有紀錄以來 第二大的風雪 人類在南極有紀錄以來 第二大的風雪 夠衰了吧 所以他還是要去 讓他變成五個人去 把其他的隊友留下來 後來五個人去 其中有一個人是 中途精神市場 精神市場 自己把手套脫掉 自己手套脫掉 然後把變遮脫掉 那就完了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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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們把他拖進帳篷 在帳篷電視 天啊 我覺得第二個是最了不起 叫蓋姿 蓋姿呢 他是 他這個手腳都被動傷了 行走不方便 他覺得在這種大風雪 你要生存 我會脫淚裡面 他給他們說 我到外面去走一走 人家說 這麼大風雪 你出去走一走 他說我需要走一走 他自己走 等於自殺 他避免脫淚 他就自殺 情操多偉大 太偉大了 情操太偉大了 那個時候應該還沒有發明那種 所以他們五個人的屍體 到現在只有蓋姿還沒找到 是 另外四個屍體都找到 就蓋姿 不知道他走哪去 蓋姿就自己死了 那最後剩三個 其實距離 補吉正只是二十公里 結果就死了 死了時候 史考特 他是暴躁 跟像暴的兄弟一樣 暴躁他的這個隊員 叫凍死 他這種情操多偉大 悲壯 然後後來 他的 六個月之後 剛才紀明講 發現了他的這個日記跟遺書嗎 是 他寫了每個遺書 哇 一出版 諾陽只貴啊 英文狂讀 因為他的遺書 包括遺書跟日記 全部都是那種光明的 光亮的 向上的 你知道 他是寫給他家人看 寫給他朋友看 寫給全英國人看的 寫給全人類看的 寫給那個時代看的 哇塞 哇塞 他說 就算我現在生命要結束的這一刻 我心中沒有遺憾 只有光榮 哇塞 正面能量 他說 你問我這個時候 是希望在這個地方 還是 舒舒服服坐在家裡的客廳裡面 是 燒的火爐 我很高興 我在這個地方 哇塞 英雄 英雄 為人 寫給他太太的遺書 請你照顧好我兒子 寫給他朋友的遺書 他都哭死喔 對 對不起 感動 我一直沒有告訴你 你是個非常偉大的人 寫給全英國人 我這一次 雖然是失敗了 但是我認為這不是一場失敗 整個過程其實是一場光榮 哇英國人看的 感動 我是為英國人來走的 全英國人把他當作這個 他最後的一句話就是 看在上帝面上 請照顧我的家庭 唉唷 太太看到這一段應該 當場軟掉喔 哭死了 六個 英國人幾乎全面的找他 你知道 六個月之後才把他找到 其實在那個南極的大風雪 是非常恐怖的 尤其在那種 那到底有多恐怖 這個許曜萍其實 你也有去經歷到的 對 大家很難想像就是說 當我們整個的船 從火地島的首府 阿根廷的首府 出發的時候 因為他還在那個所謂 小獵犬海灣裡面 你一點都不覺得說 有什麼風浪 很舒服啊 很平穩啊 風明朗影 還沒出去啊 那個只不過到了哪裡 只不過到了 大家在春光乍現 那電影裡面 看到王家衛拍那個張震 去看那個什麼燈塔啦 那個地方而已 那都還在風平浪靜的內海 但只要一出去 開始邁向了德瑞克海峽 這德瑞克海峽 顧名思義是海峽 但它非常的寬 是全世界最寬的海峽 簡直像一個大水盆一樣 那邊大家從當天晚上 就開始發現不對勁 德瑞克海峽險惡的氣候 讓許浩平招架不住 廣告後帶您直擊 現場恐怖天象 南極上空出任務 回程機上空無遺物 這大風雪 它撞到山頂 撞成一個爆裂對不對 撞到以後被彈回來 三個多小時之後 回來 回來之後 飛機上所有東西全部空的 變成空機 大家就問說怎麼回事 他說 什麼 當天晚上就開始發現不對勁 因為走路都沒辦法走 那你說風浪到底有多大 我們就從下面這段影片 你看看那個風浪多大 還有它那個風 那個浪 哇 是這個風 你是在騎摩托車的 那個頭髮吹成那樣 它還有浪隨時會打過來 你站在那裡 哇 你看這浪 沒打過來 像釘子戳在臉上一樣 很冰吧 非常冰 而且非常的痛 非常的刺 這個你只能很難想像 而且像 你朋友比你英勇 他沒有頭髮 對 然後你再看看 我穿了這個雨衣 就在大家面前的雨衣 對 我們現在才知道 你站在這麼高的地方 那個浪都打上來了 十幾二十公尺啊 天啊 這個浪 剛剛那樣如果打上 你這樣實際的雨已經破了 你看到沒有 這雨 一吹爛 整個就這樣吹爛一樣 這風速有多強 風速多大 直接這麼爛掉耶 簡直就在你面前 一個好好移 整個吹爛掉 我們現在可以想像 現在你開的是現在的船 對 已經很先進 已經是很先進 他們那時候去是做木船 那還可怕 那高危帆船 更不得了 那個木頭 這樣承受這樣的風啊 怎麼能夠想像到 這個帆有的時候 是不是都被催爛掉 所以就是現在 我們就知道 十高車他們這個有多偉大 對 非常了不起 那中國現在在那邊 也有科考站 對 我們在這一次呢 其實 比較特別行程是 終於我登上了 中國大陸的 他們的科考站 而且大陸的科考站 它有三個 你要使用台胞證嗎 不用 大門口 台胞證 那都是中國人 但是 說實在 大家也不要想像得太天生 不是說 你去他就進去 當然 因為其實在南極 有好多科考站 能夠參觀的像 阿根廷科考站 烏克蘭科考站 智利科考站 但其他 尤其像中國韓國都不開放 那這一次算很難得 我們登上了他們的 長城科考站 你看看我們現在怎麼上科考站 我們來看看這段 小耀平登上 南極的 長城科考站的情況 哇 開眼界開眼界 坐船啊 你看到沒有 門都沒有 他就是一個碼頭的 對 哎哎哎哎哎 我要扶他錢 我塞到 你看到旁邊都是海豹 好可愛喔 他臉都摔到海豹身上 他在被咬 但海豹很兇吧 對 可是真的好可愛啊 對 對 前波力這麼高 是不是 前面那麼高 對 今天都是風 對 我們現在在中國 風聲稱 原來就是底下一個 唯一 它們還是獅子的紅 因為今年的雪 能比以前高了50% 所以你們看到 這還是沒大 現在看到 風還是很大 聽到風聲就知道 這還不是風最大的地方 他裡面還有藍球場 哇 漂亮喔 對 還蠻大的 對對對 這個長城科好站 非常有規模 一萬 五千六百二十六公里 一萬 一萬八千一百四十公里 哇 辛苦 天啊 你剛才看到不是有一個石頭石碑 上面還有這個提的字 其實我們站的那不是地基 底下還有個柱子 你如果仔細在看剛剛的鏡頭的 面對這個畫面的 你看到畫面的右邊 底下有一點點 那是個石獅子的腦袋 上面的 上面的那雕刻 也就是說我們是踩在 石獅子這麼高 那年雪 你看就是我們今天雪這麼高 比往年高了50% 所以現在就是在擔心 雪融的時候 很擔心 雪融的話 比高了50%這些雪 你看底下底座我們踩在雪上 當它全部融掉的時候 大家趕快去馬爾地夫 趕快去 加不去就是 危險 極端氣候 極端氣候 敬明 我們台灣有在南極的 有 當然有 哎呦露臉了 我們台灣有在南極 而且做了一些成果回來 漂亮 去年都有那個開記者會 是 那其實主要是南極 它這個就是 給大家看這個是兵力方 這個是兵力方的一個 南極另外一個科考上 什麼是兵力方呢 它主要是一個 南極美國為首邀集 歐美還有世界各國 包括台灣在內 他們有一個叫做 天壇陣列計劃 ARA 它這個想要帶南極 因為南極那邊是比較 沒有像世界各個地方 有很多光害嘛 它到那邊的地方 想要找一些 宇宙的起源 找一些暗物質 宇宙的起源 對 找宇宙的起源 透過去探索 因為科學家 現在探索了 暗物質 宇宙間的暗物質 大概只有探索到23% 你想想看 還有70% 80%還沒有探索完 所以他們想要找到暗物質 透過那個微中指 都是物理 他們一切裡面的定律 去找到說 宇宙的起源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你就要到南極這個地方 所以它建立了這個 兵力方的另外一種科考站 這個地方呢 它是屬於天壇陣列計畫 其中一項 它裡面主要要蓋 37座電線 天線 天線的那個發射架 發射座 那個通訊發射 是 美國呢 在裡面是最大宗 其次就是台灣 台灣至少蓋10座 你們台灣真的這麼酷 台灣協助蓋10座耶 這樣子 僅次於美國的世界 雷世界第二 蓋 在南極蓋最多通信站的這個 我們在南極也是這樣走路 我會知道 幹的東西 因為整個計畫是他 而且他到了南極 他在南極建立了 地下飛碟基地 南極兩大謎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古地圖 一個就是這件事情 1936年 希特勒派一個非常龐大的 南極調查團 是 考察團跑到南極去了 在那邊摸了手一塌糊 插了所有這個萬字旗在裡面 在想 希特勒你在這個戰爭的時候 搞了一堆人去南極幹什麼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戰敗之後 五十四艘U型前艇 不見了 U艇不見了 然後呢 六千多個重要的科學家 技術人員 都是美國跟蘇爾祥 綁架到他們國家去 也不見了 六千多 第三個 他的寶藏一點都沒找到 對 其實他一定有很多寶藏啊 全部不見了 好 他們就懷疑 他躲到哪個地方去了 為什麼懷疑躲到南極去呢 他在五十四艘U型前艇裡面 有兩艘故障了 故障呢 從阿根廷外海浮起來了 在阿根廷外海浮起來了 他就懷疑 你為什麼會跑到阿根廷南美洲去了 你是要到南極去 好 這南極這第一個 好 因此有了這個傳說之後 美國人就要搞清楚 你是不是真的到了南極去了 好 美國人就在1946年12月 組織了一個高空降落的神秘任務 高空降落的神秘任務 你知道去了多少艘船嗎 多少 四十多艘船 四十多艘船 四十多艘船有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跑到南極去 天啊 還有潛水艇 還有這個飛機 全部都跑去了 跑到南極去 結果高空降落 就發生了幾件神秘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們叫他飛機叫喬治一號 喬治一號出去 去探勘的時候 多妙啊 這大風雪 撞到山底 撞到山底應該爆裂對不對 但那個雪太厚了 他也不知道是撞到山底 還撞到山底上的雪 撞到以後被彈回來 沒有事情 撞到以後彈出來 還繼續往上飛 好厲害 太厲害 飛了之後 但是砰 大概撞的時候 衝擊力太大 空中解體 然後你啪掉下來 掉下去死了三個 是 死了三個 居然為什麼你說 只死了三個 是不是有其他沒死 他是機上活了六個 九個 九個人 因為那雪太厚 你掉下來以後 掉了雪上面 棉花床 死了三個 好 第一個 奇怪了 他有很機密的 這個偵測儀器 導引儀器 為什麼會撞山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們居然 有偵察機 照回來 拍了很多湖泊 拍了六個大湖泊 跟小湖泊 那湖泊 他就派隊伍去 湖水是溫暖的 上面有海藻 紅的綠的藍的海藻 奇怪了 這麼多顏色 但是他們就覺得 第一個 希特勒斯法寶藏 藏在這地方 第二個 這裡有個 亞利安城 所以亞利安城這個名字 一直在美國的 機密檔案裡面出現 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發生了 有一天六架飛機一起出去 六架飛機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這個人呢 六架飛機一起出去 由理查德伯統上將 這是個上將 海星上將 他親子率領 六架飛機出去 結果五架回來 他的飛機沒回來 呼叫聯絡也不上 雷達上也沒 他的位置 三個多小時之後 他回來了 回來之後 飛機上所有東西 全部空的 變成空機 天啊 大家就問說怎麼回事 他說 他們故障了 為了減輕重量 就把飛機上所有東西 都拆得乾乾淨淨的 丟掉 但是怎麼可能 你可以把飛機上的東西 丟掉 你不能把飛機上的東西 拆要拆很多 對啊 很難猜 很難猜 有 他回來有寫 密閉報告 他講說 飛機報告 他講說 他遇到飛碟 他遇到飛碟 而且他遇到飛碟呢 那麼當時就 有人甚至懷疑 他在這個三個多小時 你遇到飛碟 那三個多小時 你這飛碟幹什麼 你不能跟他打仗啊 對 飛碟是把你帶進了亞利安城 所以有人認為他到了亞利安城 他寫了一個秘密報告 好 那遇到飛碟對不對 更妙的事情來了 整個這個計畫主持人 是海軍部長詹姆斯 就詹姆斯有一天 在美國 華盛頓突然發瘋了 新人市場 我告訴你們 南極有亞利安城 南極有亞利安城 就一直這樣講 南極有亞利安城 人家就把他 一個部長 海軍部長 詹姆斯 而且整個高空降落計畫 是他籌劃的 那家人就把他送進精神秘院 他的精神秘院 一直講亞利安城 亞利安城 然後你說他精神市場嗎 不是他拿個窗簾 做個繩子自己上吊 要自殺 就上吊自殺 所以大家就說南極 第一個 是不是希特勒把保障藏在南極 第二個 南極下面是不是真的有亞利安城 第三個 南極是現在公認 飛碟的熱點 是很多飛碟都在南極 小平 把你秘密影片給我拿出來 下一次啦 我懷疑這次去一定有不同的目的 好 其實真的我有看到那個 冰的金字塔 下次再帶給大家 是喔 真的有 所以說其實南極到現在 雖然已經探勘了一百多年了 但是還是很大 很多的秘密在那邊 其實地球上有很多秘密 我們人類還是沒辦法知道 尤其是海洋 那南極也是 那北極還好一點 北極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好像 因為它冰洋它沒有陸地 沒有那麼神秘 南極是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跟你討論這個 南極 到底還有些什麼神秘的事情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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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lung 謝謝 謝謝 下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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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